国际间交点 待您看到乌克兰在东部南部都传出了解报 收复了哈尔科夫赫尔松六处的村庄 攻势瑞布克党 不同时加速进行的 就是俄罗斯并吞乌克兰四区的法定程序 已经批准 而普钦也已经签署正式生效了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说 签了法令就等同关上了跟普钦的谈判大门 但是俄罗斯却强硬的说 不谈判战争不会结束 俄罗斯在乌东阵线不松手 动用BM-21冰雹火箭炮猛打 就连编制上是驻守俄罗斯远东的太平洋舰队 也出动支援 俄罗斯在当地10月4号又轰炸了乌克兰哈尔科夫的一座变电站 一名女性技工被炸死 更朝着顿巴斯乌克兰控制区范围内的民宅轰炸 好几枚S300飞弹残骸就掉在自家院子里 继续往后院走 地上明显一个大坑洞 可见炮弹威力有多大 俄罗斯在天亮之前就急着对乌克兰控制区发动攻势 就是因为现在乌克兰的反攻是越打越顺 俄军接连吞败仗 乌军在南部的赫尔松多做村庄 陆陆续续挂回了乌克兰国旗 还有乌军气愤的把俄罗斯国旗拿来擦鞋 再放火烧了 俄罗斯基证实乌军在乌南阵线大有斩获 从这缩时地图上更能看到代表俄罗斯占领范围的红色区块 随着时间拉长开始减少 乌克兰军队内部更曝光了一位旅指挥官 开走俄军T-90坦克的画面 乌克兰拿反攻大肆宣传不意外 罕见的是连俄罗斯国防部似乎也不小心露线 承认正在战败中 媒体眼间发现俄罗斯国防部每日简报用了地图 代表乌克兰掌控的白色区块怎么越来越多 还有官方媒体的战事记者直接承认俄军节节败退 报道中写到俄军的最大弱点就是作战人力不足 让乌克兰逮住机会反攻 俄罗斯的势力逐渐缩小 尽管计划要并吞乌东四驱 可是也因为防线一直在后退 让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坦言不确定边界在哪里 虽然乌克兰尝到了胜利的滋味 但是实际踏入这些地区 竟是战争蹂躏后的一片残破 在铁路枢纽利曼附近的斯维亚托格尔斯克 就像是一座鬼城 当地的桥梁像是被硬生折断一样 民宅都是弹孔 不仔细看根本不知道有人住在这里 居民宁死不逃 眼睁睁看着房子被烧毁炸毁 继续回来原地重建 眼看战争要延续至冬天 但看不到何谈希望 因为泽伦斯基签署了法案 说永远不害普清谈判 乌克兰说愿意谈 但是对象不能是普清 话说的强硬代表现阶段 也只能继续打下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乌尔者战事出现了反转 但是美国总统拜登跟泽伦斯基通电话 表示会再提供6.25亿美金的军援 外界就认为了 这是美国要靠战事来拖垮俄罗斯 更多的分析交给作恒 好 而我持续僵持不下 双方从人力物力上 当然耗费也非常的多 还有就是军备上 变成一场延长的竞赛了 那么现在呢 美国总统拜登 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通话之后 美方承诺会持续的来支持乌克兰 当然不能光说不练 所以说提供6.25亿美元的军援 这当中包含了像是海马斯火箭炮 弹药还有装甲车 而且他们强调说 俄罗斯日前宣布说 并吞的乌克兰领土 对美国来说 永远都不会承认这件事情 那当然我们还细看到 五角大厦的清单当中 这个支援乌克兰的部分 真的是蛮多钱的 有169亿的美元 在2022年的时候 到目前为止 已经是来到了相当于 5377亿台币 这其中有1400多枚的刺针飞弹 还有反坦克导弹 以及是海马斯火箭 而且美方还说 筹组一个新的司令部 来建立临时园屋的体系 那支援当然包含了 除了装备之外 还有就是人员上的训练了 而且还构思乌克兰的游击战案 因为他们说 根据过去的经验 用这种扩大打击 节省开支的方式 游击战可以低强度 但是大范围 他们认为这个是比较有效果 而再来看到 美国最强的航空母舰 造价4261台币的福特号 前进大西洋 要跟北约8个盟国进行军演 而预计会出动 17艘大型的军事舰艇 而这个行动被称为舰指俄罗斯 也要加强跟北约盟国的合作 也是福特舰 为明年的正式部署巡异 提前暖身 北约曝光声传片表示 已在保加利亚 匈牙利 罗马尼亚 和斯洛伐克成立四个全新战斗群 目的当然是要防范俄罗斯 就连美军最强 第三代核动力航母福特号 都跟着动起来 启程前往北大西洋海域 准备与北约联合军演 与此同时 乌克兰继续靠媒体的力量 呼吁勿忘历史 表示对欧罗斯软弱的下场 就是被入侵 而北约成员南保 不会成为下个乌克兰 就在普清 估计从失靠 伪攻投并吞后 乌克兰总统 害怕北约扩张的俄罗斯 最后反而逼得芬兰 瑞典和乌克兰 通通加入 不过北约方面 与待保留 或许是担心普京情绪不稳 随时把歪脑动到核武身上 英国泰晤士报报导 疑似由俄国秘密核武部队 运作的列车 开往乌克兰前线 疑似要在边境展开核武演习 若俄乌战争的变成核战 北约恐怕无法置身事外 美国军事分析 俄罗斯动用核武有四种模式 第一种是展示性质 像是单纯进行核事报恫吓 其次才是使用低当量的核武 最担心是普京想影响到 富翁使用高当量核武 甚至直接攻击北约 一场核战就此引爆 普京想拼个你死我活 人民却不想打这场 失出无名的战争 一名俄罗斯记者 花了整整一个礼拜 搭乘汽车火车飞机 移动超过一万公里的距离 才抵达亚美尼亚 同时间乌克兰第一夫人欧伦娜 在现身国际场合 她周三出席华沙安全论坛 还获颁自由歧视勋章 以行动呼吁各界为 只对乌克兰的高关注度 打赢最后战争 QVN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TV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